2018彰化一光雕艺术饗宴主轴放在彰化火车站的眼镜 一开始由蒸汽火车进场带出旧社会的景色及生活形态 接着由现代火车划过代表时代的快速变迁 一系列的彰化信用景观即刻呈现在众人面前 包含了扇行车库 八卦山大佛 永乐商圈 南腰宫等 代表着彰化火车站往来运输为这片土地带来历久不衰的盛况 彰化市长邱建福说 在过后以前我想我们彰化市需要来做一些行销 所以我们跟观众合作来做一些光雕秀 这个人说在这个开始我们在这个火车的头前 用晚上来做光雕秀一些买当的行销 我们的彰化小吃 善行车库 让我们彰化市可以越来越老人 让彰化的夜间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 2018彰化艺光雕艺术饗宴10月14号晚上7点举行看幕典礼 从10月15号到11月12号 每天晚上7点8点及9点的整点时间都会各有5分钟的表演 尽管记者黄军委张文化市把达